大家好 欢迎暂时光临 本格砍地产 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 前任多伦多市长 由于出轨办公室女同志 被迫辞职了 多伦多的新市场会补选一个 这个事情已经进入我们的一时日程了 从目前的选举进程来看 现年66岁的华裔 Olivia Cho 也就是我们中文媒体上 常被翻译成的邹智慧 这位选举人得票是非常领先的 目前的得票率是38% 1970年 这位邹女士13岁的时候 从香港移民来了加拿大 1985年 Olivia结识了后来的NDP党魁 杰克林顿 从此开始了她的从政之路 记住关键词NDP 按照邹智慧自己的说法 多伦多有超过50%的人 是租房子的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左派政客 如果拿到这50%租房者的选票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为了拿到这50%的租房者选票 作为NDP的邹主席 主要做哪些工作呢 那就是支持穷人和弱势群体 他打这张牌 提出的政纲包括了几个地方 第一 增加50%的控制税 第二 强化租金控制 彻底实现租金的去市场化 第三 加大对租客的保护力度 减少驱逐租客 其实我们现在驱逐租客已经很难了 那么减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房东而言 租客即便不交租 你也非常难把他赶出去 我综合了三个措施 总结了一下 第一 房子不能空 必须租出去 但是租出去之后 房东不能够按照市场价格 去涨租金 而且即便是租业到期 房东也不可以轻易的去驱逐租客 即使是房客赖租 香港人依旧很难 很慢 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牺牲了房东群体的利益 但是有点意思的是 第一 是迫使房东把空置的房子租出去 这样就增加了市场的房屋供给量 从而缓解部分的房屋紧张状况 另一方面通过控制租金 可以降低租客的居住成本 听上去还是一个很有煽动性的 而且是听上去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但是Ben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子 那么动的是谁的奶酪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到的就是房东 根据统计局的数字 在安省只有2.9%的个人 拥有3或3个以上的部业 也就是说真正的普通房东中 其实富人是非常少的 更多的是中产阶层 他们这些人拥有着不错的薪水 赵章纳税 省吃俭用 读着父爸爸的书攒着钱 买套投资房来抵御通胀 这个人群有着不错的文化程度 思维也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很难忽悠他们去获取选票 相对而言去忽悠房客 告诉他们可以限制涨房租 驱逐更加的困难 那么这个时候更容易勃起他们的信任 所以中产阶层就自然成不了NDP的韭菜 而NDP中也根本就不在意中产阶级 毕竟中产不是他们的嫖娼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站在租客的角度 作为租客是不是选择NDP 选择邹智慧就可以真的让自身的利益得到保证 我们看一下安市省的租金变化情况 2012年4月平均的租金是2007块钱 到了2017年4月是2185块钱 5年的租金增长了多少呢 增长了8.8% 平均每年增长1.7% 我们看一下 到了2023年的4月 平均租金是2971 也就是说这6年租金涨了35.97% 年均增长超过了6% 也就是说2017年4月之后的租金涨幅 是之前的三倍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可以看看 在2017年4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的事情呢 无非就是当时的委员省长呢 通过了海外买家税 其实不仅仅如此 当时的委员省长还通过了一个东西 就是完全倾向于保护租贺的立法 叫Tendency Act 这个法律被废止了 换成了Tendent Act 也就是说 这个法律从租约法变成了租贺法 在这个时候也就让法律层面彻底的偏向了保护租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导致了后面越来越多的租贺欠租 房东呢 和房客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也就愈加出出了 由于在法律层面上 这个房东呢 很难被公平的对待 所以房东为了避免损失 就会非常苛刻的去审核租贺 租物中呢出现了很多 越来越不利于租贺的情况 很多房东呢 其实他没有任何理由 就把这个房客就拒了 我不租给你 这时候呢 没有任何的理由 而另外一些房东呢 他担心将来的这个房租涨幅呢 受到限制 所以这个房东他做什么事呢 就是想方设法的去提高租金 而且由于房东呢 对房客的审查呢 愈加严格 所以导致房客在租房过程中呢 非常的困难 这一切都导致什么呢 就是导致租房子越来越难 从而把这个房租的租金越拉越高 而租金过高呢 又会导致租客无力负担 或者不想 或者不愿意去负担这个租金 从而进一步引发 房客和房东之间的矛盾 而作为房东而言呢 则愈发紧张 这时候更加苛刻 更加努力的去提高租金 这就是说 为什么2017年之后 自由党在制定了房东和房客的 这个法律之后 房租大涨的原因 所以 无论是当初的维恩 还是今天的邹智慧 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呢 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没有尊重市场规律 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 从而导致了房东和房客 双双受到损失 房东怕碰到坏租客 整天紧张兮兮 神经兮兮的 而房客租房子呢 经常会无故悲剧 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矛盾呢 日益的尖锐了 我们知道 前不久在哈密尔顿 发生了一起事情 一个58岁的房东 枪杀了照片中 这对年轻人 多么可惜啊 27岁和28岁 他们是租客 58岁的这位房东 在后来和警察的枪战中呢 被击毙了 我相信会有一些左媒 继续炒作进枪 但是我更相信 是因为租房子 相关的原因所造成的 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说这笔账 应该记在安省自由党身上 这不禁让被想起了 之前的底特律 曾经的汽车城 曾经的美国第四大城市 20世纪中期的时候 民权运动兴起 工人们越来越重视 自身的权利 分别呢 搞什么呢 搞这种劳动者联盟 也就是工会 要求提高工资待遇 改善工作环境 减少工作市场 这本身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汽车工业呢 正面对着日本汽车 低劳动成本的竞争 资本家越来越无力 可图了 最后怎么办呢 选择跑路呗 去哪儿呢 去墨西哥 去中国 那剩下的工人呢 最后的归宿就是事业 终于在2013年 底特律这个城市 宣布破产 那么这种所谓的民权运动 到底给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南非 94年历经艰辛 奋斗了一辈子 蹲了27年大狱的曼德拉 当选了第一任黑人总统 这个时候他已经76岁了 南非的人民见证了曼德拉 在平等和民族融合中做的伟大贡献 当然也补偿了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政治化处理社会经济问题 带来的苦果 曾经辉煌的南非 现在已经是全球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 无论是底特律还是南非 都演绎了弱势群体抗争 争取民权的伟大 但同时也见证了违背市场规律 所带来的恶果 什么是市场规律 市场规律是一张看不见的手 政府需要不是为这个杯子去定价 政府需要的是什么都不管 充分的让市场去定价 这个价定高了 那么自然卖不掉 价合适买的人多了 供不应求就可以涨价 同样政府不需要为房租涨幅去定价 让市场去选择是最好的一个做法 政府要做的就是大量的兴建住房 提高总体的房市供给量 这样才可以提高住宅的可负担性 然而遗憾的是 由于任期的限制 这种长远的供给端解决问题的方案 很难立竿见影 这种情况之下 政客就会选择从需求的官员入手 人为的去干预市场 当时的委员如此 今天的邹智慧也是类似的态度 邹的态度很多是针对于租客法的 但是租客法 我们讲的Tenant Act是属于省级立法 而非多伦多市所管辖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市级别的竞选中会提及租物呢 我相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正如同邹在竞选中所提到的 有超过50%的选票是租客 虽然没有权限去直接影响租客法的实施和立法 但是可以通过表态 让选区内的租客去投票支持 那么作为多伦多市 进一步加强对房东的压制 市场是否会有所反应呢 在这个问题上 问的微信群众中的群友 已经问过很多次了 最近几年来 多伦多市房价的涨幅 其实是远低于周边区域的 我们看一下 在过去三年 多伦多市的房地产的平均涨幅呢 是29.73% 那么大多包含多伦多的平均涨幅呢 是多少呢 是40.69% 过去五年 多伦多是42.08% 那么大多包含多伦多而言 是52.19% 未来如果多伦多这边 真的实施了更加严厉的 针对房东的限制 一方面租金会进一步的拉升 会进一步涨 另一方面呢 租物的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而且呢 投资人会把相当的一部分的资金呢 转移出去 并相信一定会有相当多的房地产投资人 会因为担心在租房中受到雇物公众的这种对待 而把资金投到附近的 比如说像约克区 皮尔区 皮尔区和多汉区 让我们再把视角放在周日慧的本人身上 我们看一看他这个人 2004年的时候 发现了甲状腺癌 2013年呢 发现了这个面瘫 左脸的这个神经呢 受到限制 这些呢 都是周日慧本人所披露的 可见呢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 周日慧呢 已经66岁了 算得上是一位老人家了 本来是可以一样天年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去竞选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多汉区市长呢 我们看一下 周知慧女士的教育背景呢 是宗教哲学和艺术 工作背景是社工 在85到90年期间呢 一直居住于政府的连租房 当时的租金是多少呢 是800块钱每个月 他和先生杰克林顿呢 每个月额外还交了325块钱 去填补政府的补贴 为此呢 还受到了一些批评 当然 后来他们在唐人街呢 自己买了一个老旧的半渡历房 他是唯一骑自行车上班的市议员 我们知道 政府联租房的这个待遇呢 环境呢 真的是不怎么好 但是一住就能住5年 从这些经历来看呢 周知慧的确是深耕于底层社会 了解弱势群体的这种疾苦 但是对于物语 没有很强的追求 同时我相信呢 他是一个有理想主义情节的人 总体上 我非常尊重这位女士 但是呢 我不会选她 我希望她可以早日的退休 回家休养 保养好身体 看到最后的朋友 我给你一个福利 我们来说一说 如何去避开烂租客 首先 你应该选个好区 第二 在选择租客的时候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但其实这些还是不够的 实际上 真正专业的是地产经纪 他们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一个有足够多经验的一线地产经纪 只要花一点时间 精力 就不可能让烂租客漏网 但问题是地产经纪会不会真的花时间 精力去做这些事呢 如果作为经纪而言 他只是做一个一锤子买卖 租完就走人 那么他为这半个月的租金呢 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去给你挑选租客 一个秘诀就是 第一 要有一个好的定价 第二 就是要绑定你的买房经纪 让你的这个经纪人呢 既是你的专属经纪 也就是说 他不仅帮你买房 还帮你租房 还帮你卖房 选好这个经纪人非常重要的 经验和专业都非常重要 不仅仅可以帮你买 帮你租 而且一旦出了问题 他会跟着去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 你们记住了 你们的利益已经绑到一起去了 毕竟你的风险也是他的麻烦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 点亮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还有更精彩的东西 拜拜